1963年12月23日 首都各界一万多人举行盛大集会 热烈欢迎我国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体育代表团胜利归来 北京市副市长万里 代表首都人民对体育代表团的全体人员 表示热烈欢迎和亲切的慰问 对我国运动员在新运会上所取得的成就 表示热烈的祝贺 体育代表团团长荣高棠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新运会上获得奖章最多的选手 我国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体育代表队选拔赛 于9月14日在北京开幕 参加这次选拔赛的有来自全国各地一千多名优秀运动员 乒乓球名将庄泽栋 射箭世界记录创造者李淑兰 徐开才 牵球国家记录保持者 贺永县 著名跳高选手李志钦 称竿跳高健将胡祖龙等都取得了一些好的成绩 这次选拔赛包括14个项目 这是我国自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体育比赛 这次选拔赛充分表现了我国政府和人民对新兴力量运动会的重视和支持 运动员都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加选拔赛 争取优异成绩 准备到新兴力量运动会去 12月30日 体育代表团举行评宫受奖大会 国务院副总理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 向被平为特等功和一二三等功的运动员发的奖 中文字幕企明 中文字幕企明 9月25日新兴力量运动会亚洲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中国新兴力量运动会全国委员会主席荣高棠 新兴力量运动会联合会主席马拉迪等先后讲话 他们指出新运会亚洲委员会的成立 标志着新兴力量体育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